今年我同樣都會牽頭去寫一些建議 其中特別是教育的問題上 我都會進一步跟進來關心一些內容 其中特別是我覺得如何培訓好教師 使教師對我們中華文化的傳統 更加有一些比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所以我今年會是想建議教育部 能夠在我們國家的一些地方 建立教師的培訓基地 我個人的這個屬意 就認為曲浮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孔子的故鄉 智聖先師也是我們本身的教師的啟蒙 這個對全國的教師也好 對我們港澳以至台灣海外華人的教師也好 都是一個很好的培訓基地